熊孩子把亲妹妹推下楼 最后被流浪汉一脚带走 我隔壁住着一个熊孩子 因为他是个独生子 所以从小一直被父母溺爱 但也因为父母的疏忽 所以导致熊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上步来 而且他们前段时间一直想要个女儿 所以熊爸熊妈就想再生一个 这个时候熊孩子就一脸疑惑地问熊妈 你们不是有我了吗 为什么还要再生一个 此时熊妈搪塞了过去 肯定是想再生一个小妹妹给你玩啊 我不要和小妹妹玩 你们只许对我一个人好 熊妈劝不住熊孩子 只能安慰两句便离开了 于是熊孩子的内心便开始扭曲 接下来的日子 就是熊爸一直在为熊妈怀二胎的事情奔波 所以就一直没有陪伴熊孩子 这大儿子也一直看在眼里 恨在心里 一转眼二胎出生了 熊爸熊妈抱着妹妹心里乐开了花 两人一整天都围着妹妹转 从而完全忽略了熊孩子的成长 在一个月后的满月宴里 所有人的目光也全在刚满月的妹妹上 他们一直夸赞妹妹 又可爱又机灵 可一旁的熊孩子 感觉自己就像捡来的一样 宴席结束后 熊孩子愤怒地跑到熊妈的房间 狠狠地推了一把妹妹的婴儿床 而她的举动刚好也被熊爸撞见 而熊爸不分青红皂白 当场就把熊孩子打了一顿 自此熊孩子就开始恨这个刚满一个月的妹妹 往后的生活里熊爸熊妈更是对妹妹关爱有加 但对熊孩子却是处处提防 有一次还让熊孩子把自己的玩具让出来给妹妹玩 熊孩子心里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 但熊爸熊妈却训斥她的自私 还当着熊孩子的面把她的玩具一件一件地拿走 当天晚上熊孩子躺在床上就开始计划着如何干掉妹妹 因为只有干掉了妹妹 她就可以得到父母的宠爱了 于是接下来熊孩子就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等熊爸熊妈不在的时候 就可以对妹妹下毒手 可这一等就等了好几个月 要么是妹妹被熊妈抱着 要么是睡在他们的房间里 直到有一天熊孩子撞见妹妹单独在地板上溜达 她观察了一下周围 确定了熊爸熊妈不在场之后 她随后向妹妹伸出了魔爪 接着她先用奶瓶吸引妹妹爬到楼道 然后等妹妹爬到了楼梯口 直接用力地推了下去 等熊妈回到房间 发现女儿不见了和熊爸找遍了屋子也没有 但是熊妈突然看到大门是开着的 来到楼道看到楼梯下的女儿奄奄一息 两人直接就猛逼了 但是人命关天 只能带着女儿先去医院 在医院里医生说 孩子的头骨还没完全发育好 这一摔直接就摔裂了 就回来也是植物人了 建议放弃治疗吧 听到这些话的熊爸熊妈 不敢相信出生不到一岁的女儿就这么没了 他们果断选择报警 发誓要找出真凶 随后熊爸妈来到了派出所 调出了事发楼道的监控 结果发现是自家儿子所为 他们不敢相信这一切 于是夫妻俩气冲冲的跑回家质问儿子 你为什么要害你妹妹 我没有害妹妹啊 我一直在房间里睡觉 我现在怀疑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以前你们都这么爱我 现在有了妹妹就不爱我了 为什么要把你们对我的爱分给她 为什么要把我的玩具给她 她可是你妹妹啊 你怎么忍心的 我不管只要妹妹死了 你们的爱就全是我的了 熊爸在一旁听不下去了 直接冲上去暴打了一顿熊孩子 女儿没了 儿子我也不要了 你滚吧 离开这个家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滚就滚 然后熊孩子气呼呼地跑了出去 此时熊爸妈还处于悲痛中 无暇顾及熊孩子 于是当晚熊孩子一夜未归 可熊孩子不知道的是 当晚的气温骤降 他找不到住处 此时熊孩子看到胡同里有个流浪汉睡得正香 于是他就想抢流浪汉的被子 接着流浪汉醒了 你干嘛 抢我被子干嘛 老子要睡觉 把被子给我 流浪汉眼看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他直接一脚过去 熊孩子便被打昏在地 于是熊孩子就这样躺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 流浪汉醒来发现熊孩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便找路人打了120 等熊妈赶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说 因为孩子头部受到重创 再加上身上有冻伤痕迹 人已经救不回来了 最后民警判定 流浪汉的精神有点异常 不用为熊孩子的死负责